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每天在这里都有 折讯给同学 怎么做 不要追高杀低 低买高卖 每个人都会讲 每个人都做不到 很奇怪 那看高就想去追 看低就想去杀 难道你不会想说 高出低阶高出低阶 这样很好玩吗 对不对 我们实际的操作 并不是什么获利的保证 但是我们有买有卖 都会讲得清清楚楚 好 我们看一下今天大盘 大盘今天外资还在买 开高杀低 再杀低再拉高 同学就在想 老师到底该怎么做 我们今天给同学的信号是说 低买高卖 对不对 而且清代的 我还大部分都有打电话 当然有几个没有打到是可惜 不过没关系 今天没做到明天再做 对不对 所以同学 来 我们看一下 今天大盘在这里震荡 我们看大盘的指数 在这里来说 又在创波段的新高 对不对 那老师今天 低买高卖我不太会做 老师今天又拉尾盘了 那我问你 今天拉尾盘是谁在拉 台积电 台积电是不是在拉尾盘 对不对 老师你在这里昨天测标告诉我的华讯 昨天涨停板 今天又涨停板 来 各位看一下 华讯我没有事先告诉你 昨天 1月22号昨天告诉你华讯 涨停了 外资跟自营商都在买 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这个昨天 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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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晚上写的 外资跟投信狂买 谁会标的比较多 快要封关了 也不需要大动作 外资昨天大买369 今天又买91亿 力旺已经收在最高了 收在最高就没什么好谈 对不对 你不要去追 再去追也没什么搞头 老师今天力旺就冲上去 冲上去你可以当冲一下 四星创高 对不对 创高3870块 今天3860块没过高 不要急 创意 自营商连六买 投外摩根买 335买在1740 对不对 明天开盘要供1780 好我问你 你今天创意应该怎么做 老师我开盘就买了 1780就卖掉了 1780卖掉了 收盘再买回来 可不可以 可以啊 这样来回是差多少钱 来回差了75块80块 那你会说 老师 那有的同学看不懂这个call sheet 也无所谓 你们看不懂也是跟着做嘛 对不对 在这里清清楚楚的告诉你就跟着做嘛 来我们看一下 在这里有没有同学在做 来看一下 我们名字要遮起来 看一下这里 对不对 老师平安1780卖出1710买回来 赚了6万多块 有没有 有同学说老师那个短压1780 1780可以先卖一趟啊 你不卖也没关系啦 不卖明天再做嘛 对不对 今天没做到 今天没做到明天再做嘛 为什么明天可以做我待会跟你讲 那金星科外资也买嘛 你看金星科有没有涨 金星科有涨嘛 你敢买吗 对不对 告诉你M31 M31 哦老师M31 哦老师今天当中这个赚得多了 同学讲得清清楚楚嘛 爱普啊 台湾摩根啊 美系IDM大整合 我们爱普啊 同学真的都很会做 520买530出 老师真的吗 真的吗 真的啊 反正跟你讲你也不相信 跟你讲你也不相信 来 名字就讲了 老师今天冲爱普 他还买的比较高 520买520买530 小赚4000多块 他陈月亮买520买530 赚8000块 扣掉手续费还赚6000多块 老师今天你 今天也可以这样做啊 老师他杀到多少 515耶 尾数是258 515又拉到520耶 我告诉你哦 他这几天在横盘整理哦 他就要上去了哦 给底指标在低点哦 那今天谁在卖的 今天我看了一下哦 本来以为那个 投信会大卖 结果投信没有卖 外资 未知有卖有卖 不过那个都无所谓 因为明天他要发动了 想要做跟我来 来 来 卫胜 看一下华逊 对不对 伟创广达技嘉 这三党总算快解套了 这三党我们没做 因为有一些同学来找我的时候 这些股票就套牢套很深嘛 现在每一个老师都在广达 伟创技嘉嘛 对不对 他们做的怎么样 我真的不知道 那我昨天也告诉你嘛 来看一下伟创 伟创今天还拉上来呢 还不错呢 叮叮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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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拉上来呢 来 伟创我是不是在这里有告诉你 对不对 我说这个高点要过 其实这里 你看在这里 它刚好供到这里 供到这里 看到没有 117.5 因为这里有一个大的跳空缺口 我现在的鬼 今天虽然外资投信自营商有买一些 但是你空守者不要再追 低买当冲可以 对不对 广达呢 广达这个点都没过 看到没有 这个点都没过 262 对不对 技嘉呢 技嘉这个点 303也没过 昨天还涨停 昨天涨停 今天就一定开高 没有啦 开了就开低了 就下来了 对不对 开低就下来了 所以同学我在这里 我会把关键价告诉你 这个关键价 有没有事先告诉你 上个礼拜五就告诉你 广达262 技嘉30 3.5 都是短牙 拍鬼啦 没那么容易过的啦 那有的话 就卖一卖嘛 那老师明天要做什么 今天有一支股票很好玩 这个我有跟同学讲 对不对 这一支股票叫做 哪一支 叫做创一 今天有利多啊 非凡都一直在报啊 1780 来看他 我跟你讲 1780 你注意到 今天的低点 1705 今天的高点 1780 昨天呢 昨天的低点 1685 最高 1770 对不对 低点有更高 高点有更高嘛 对不对 好 这一天再一个大洗一下 KD指标在最低点 今天有一个同学叫包子 我说开盘你就买啊 不敢买 真的公道1780 他又后悔了 我说那你不要买 明天再来做 好 在这里 股票本来就是有震荡 外资本来就有买有卖嘛 对不对 来看一下 外资没有比你厉害 外资 自营商是连续六天都买超 创意看一下 创意 创意 没有比你厉害 台积电的先进封装 创意领工 创意明天要开始动 你想要做创意跟我做 好不好 我们有进有出 获利放口袋 我们的做法就是这样 那没有做到就没有做到 有做到的我恭喜你 有做到的我们明天再做 老师明天还可以做 对不对 我待会把筹码告诉你 好不好 所以在这里来看一下 我昨天有没有告诉你 华讯 是不是今天有涨停 老师真的 你看华讯 两天两只涨停板 不过这里已经爆大量了 今天当中的一定很多 你空手者你就不要过度的追高 不要到时候追高又来问我 老师怎么办 我这里面的很多股票 都有同学来问 老师要怎么做 我都直接告诉你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对不对 股票市场就是要让同学 知道怎么买怎么卖 同学我讲的有没有道理 来看一下 验证是最大的诚信 有买有卖 获利放口袋 对不对 我们当初在做创意的时候 创造了1000块钱 这里买这里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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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意的价差 那最近在这里价差 是比较难做一点 所以没有做到那么多 不过我们还是尽力 那我认为明天创意就很好玩了 创意明天的开盘价 我在这里先讲好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创意明天的开盘价 如果要攻涨停板 它必须开在1750块 要过1780块 老师为什么要开在1750块 来 因为你要验证 你才有最大的诚信 对不对 那为什么要开在1750块 我待会下半阶段我会告诉你 主力在玩什么手法 外资在玩什么手法 那为什么它会涨 又必须什么价位它才会涨 所以同学 一通电话只要一块钱 我知道很多同学买创意 买在1720块的也有 买在1750块的也有 打电话进来 我教你怎么做 验证才是最大的诚信 有买有卖 获利放口袋 明天我们就要赚钱了 所以同学 我待会下半阶段 我把进出表给你看 你就知道了 那进段杠杠 播一个电话 诚信至上以客为尊 专业团队稳操胜券 创造财富 成就精彩人生 环队三大保证 第一 绝对正派经营用 专业无误客户 第二 绝不夸大绩效 华众取权 第三 所有股票 待尽一定待出 茫茫古海 您需要一盏明灯 贯通国际 是您唯一选择 立即拨打 咨询专线 02-7725-9668 贯通国际头部 诚信至上 以客为尊 专业团队 稳操胜券 创造财富 成就精彩人生 环队三大保证 第一 绝对正派经营用 专业无误客户 第二 绝不夸大绩效 华众取权 第三 所有股票 待尽一定待出 茫茫古海 您需要一盏明灯 贯通国际 是您唯一选择 立即拨打 咨询专线 02-7725-966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 股动乾坤 欢迎各位回到现场 然后我们看一下 今天进出的筹码 到底外资在搞些什么东西 老师 你告诉我 这外资是最大的散户 你看一下没有 看一下 17号 外资狂卖了782亿 对不对 18号 外资大买801亿 是不是有钱的大散户 我一直告诉你 外资就是最高杀低 它没有比你厉害 它真的没有比你厉害 你比它厉害一点就好了 对不对 你比它厉害一点就好了 所以在这里 我们看一下 今天主力券商进出 来 照一下电脑 看一下主力券商进出 对不对 主力选股排行 上市的 所以同学 每天晚上研究这个东西 你要看融资融券 不是那么简单 你看今天主力买超第一名叫友达 台湾摩根买很多 对不对 友达今天大涨 创新高又拉回 对不对 你看外资今天买很多 对不对 外资前几天在卖 今天买很多 很有钱啊 你要怎么办 对不对 外资今天买友达一定是买群创 你看台湾摩根买很多 它也创新高 对不对 好 这个都不用讲 来我们看一下 今天3443到底谁在卖 看一下 来 老师 这外资都在卖 外资 外资都在卖 我们看一下外资 在玩什么把戏 外资买在1748 买在1756 买了162张 买了1748 我为什么说它明天开盘要1750 你知道吗 因为外资都买在1750块左右啊 这张很贵的 这个买76张 这个买162张 这个买195张 这个买116张 都1760 对不对 那老师他今天为什么会杀下来 你看 外资买在高嘛 是不是在相对低的时候都在杀掉 所以同学来看一下 我在这里我教你嘛 就要教你啊 不教你你怎么会 对不对 不教你你在这里就随便乱做 好 对不对 那今天的高点是不是 来我们把它 说一下 下面是不是月线 明天五日限扣低 它如果明天要涨停的话 必须开在这个价位值上啊 你看啊 外资在这几天卖都卖不下去啊 有没有卖不下去 卖的底部是越垫越高哦 自行商都在买哦 它明天要拉涨停板 要过1780只有一个 跳空开高 然后第一个小时就要攻 来我们给你看小时线 对不对 小时线已经KD在最低点 就反正就在每天在这里震了 震了震了震了 对不对 你也不会做嘛 对不对 不会做不要做 不会做不要做 你看这个最低嘛 所以它明天这条线开始 这条线开始往上 所以明天开盘必须在这条线之上 就会拉涨停 对不对 这个指标在最低嘛 好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走 因为外资这里卖都卖不下去 自行商一直买嘛 这个道理跟什么一样 这个道理就跟这个一样 跟伪创一样 对不对 你看外资是不是在这里都倒不下去 结果一转墙以后外资就大买了 你看这里倒四天倒不下去 外资一转墙 这一天就把它买到涨停嘛 这一天再继续买嘛 这个就是外资啊 这个就是外资啊 对不对 同学 那你不相信我的话 你就验证一下嘛 你不相信我 你就验证一下没关系嘛 因为这个 这个创一啊 2月2号要开法说了 他今年因为跟COAS 他是台积电的嘛 因为跟COAS 在这里就是先进封装嘛 所以他今年业绩会很好 会很好 尤其在这里 市新已经涨到了三千多块了 他现在一千八都还没过 当他过了以后 他会挑战新高 我这个是我们 有了解啦 没有了解我不敢乱讲 就大概就这样告诉你嘛 你看一下这个是不是外资在大卖 对不对 你看啊 卖不下去就买嘛 这跟广达一样嘛 外资大卖卖不下去就买了 对不对 所以道理其实都很简单 那今天外资明明买在一千七百 一千七百五十块 都买在这里啊 所以均价限啊 你看 今天大家买的平均成本 就是一千七百四十块 就在这条均价限嘛 所以明天开盘就要过 过了以后就要先拉 好一点的话就拉涨停 不好的话会来碰一七八零 那如果过了一七八零 下一关就一八二零了 因为自营商一直在买嘛 外资是追高以后买买买买 买不动 这里就杀杀杀杀杀杀杀 但是收盘的时候 有人特地去收嘛 就这么简单 再来给你看一下 外资还有在玩什么把戏 券商进出表 主力券商 对不对 看一下六五三一的爱普 主力是买钞的哦 老师为什么买钞 他会杀下来 因为有人在卖啊 对不对 那谁在买 第一证金 这不算为止 美商高盛买了135张 对不对 522 然后再来看到美龄买的524 100多张 那老师他今天收520 对不对 台湾摩根买524卖524 这不较厉害啦 瑞银这个比较厉害一点 买521 这个买518这个更厉害 那524好 那重点是明天怎么走 来 我要教你就要教 对不对 没有老师会教你的啦 哎哟 你看哦 他都是涨上来以后 整理整理整理之后 然后突然一根逆袭阳线就上去了 五日线明天扣低 扣这个低点嘛 所以明天的五日线是往上 来我再给你看小时线 小时线在最低嘛 所以明天开盘 今天收盘价多少 收盘价收在520嘛 那明天要强的话 他开盘价最少526 一开就过啦 过了就上去了嘛 对不对 这是60分线嘛 小时线嘛 526嘛 他这最后才杀嘛 526结果杀下来给人家买走了嘛 所以他明天还是要开526嘛 5526过去就要过540了嘛 时间紧迫 空间紧迫 空间紧迫 明天就要动了 老师他第一个小时他应该要过多少 526 所以我在这里是用当冲教学的方式 因为我们在这里很多同学都喜欢冲 每次冲都赔钱 那为什么我们的同学冲都赚钱呢 对不对 当冲 当冲有它的技巧存在 你看同样一档股票 同样一档股票 他必须开在均价线 拉涨停 过不了均价线 他会杀尾盘 对不对 同学 那这个课程我上次教过一次 陈月亮小姐有来上过课 还有一些台 我发觉我的客户从同学 从高雄都跑来上课 老师 我真的要学这个当冲的技巧 不然我每天都追高杀低 你的股票虽然追高杀低 虽然赔不多 但是我每天赔钱 这样就很不爽 我们每天在赚钱 你还每天赔钱 那你当然不爽 对不对 所以当冲隔日冲波段 本来就是这样做 来我给你看一下 在这里注意到了 那你看一下艾普 我们以长线来说 来 你看是不是开527 因为他本周开527 他周线都没有黑的 都一直红的 所以明天是不是要过527 对不对 527 他周线要收红的 他只有要过527 要不然呢 那他比较大的压力在这里 这里是多少 625 所以老师 有人告诉我说 他会涨到625 外资看666 那老师他会不会到666 如果我告诉你 你会 那我来预测股价行情 对不对 但是外资 666是外资看的 不是我看的 对不对 那依照技术分析来看一下 这么大的一个挖公帝 对不对 他明天就要冲了 因为在这里 筹码渐渐安定了嘛 验证才是最大的诚信 有买有卖 获利放口袋 一通电话 只要1块钱 我带你做 我保证在这里 不会叫你追高杀低 低买高出 高出再低买 同学 赚大钱 就靠现在 打电话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